J-16是我国在J-11基础上改进而来的第四代多用途舰机机 直到去年建军90周年阅兵式上才被首次展示 我国J-20和J-16曾多次同时出现 这被外界称为我国最强机队 一个承担制空,一个负责踹门 而如今这款充满期待的战机又有好消息传来 2月5号,美媒报道 中国J-16已开始入役 入役是指武器装备以具备服役条件编入战斗序列 也就是说,只有等J-16有了战斗力才能较入役 报道中还指出,J-16和中国其他战机 如J-11及S-27比有一个很大区别 J-16可同时执行空空和空地任务 并进行空中加油扩大作战半径 刚进入2018年 央视报道中国空军展开大规模训练的画面里 就一次见到四架J-16同时出现 当时有很多军迷对J-16何时能形成战斗力感到好奇 作为中国空军仅次于J-20隐形战机的第二强战机 J-16放在亚洲也是第二强战机 我国刚于2017年一口气退役了全部约200架强武后 我国就只有尖轰7A拥有对地打击能力了 虽然我国已在尖轰7A上加装电子战吊舱以提高实力 但尖轰7A平台毕竟有40年的历史 寻找一种新型尖机轰炸机就显得很有必要 要知道,随着科技的发展 战机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 特别是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战机 经常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执行任务 前几天,俄罗斯的苏-25就在中东地区 疑似被毒刺防空导弹给击落 针对这一情况 美国就打算采购轻型攻击机 来取代目前的A-10攻击机 似乎觉得有些不够 美国还对F-35A进行升级 让其能发射可对地精确打击的JBU-49激光制导炸弹 近期经常可以看到 J-20和J-16同场进行训练的消息传来 证明五个空军接收J-16后正迅速形成战斗力 美国所称的J-16入役仪式 其可信度也就很高了 而J-16的生产方 中航沈飞已于2018年1月2号正式挂牌上市 成为中国战机第一股 这能为沈飞公司转型升级 提供发展的新机遇、新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J-16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完善 并进入批量生产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 回复雪人了解详情